酒紅色轎車泡在冰水中 前後被卡死 動彈不得 救援人員 只能使用巨子吊車 將汽車從水面拖出 梅竹印嫩漿的熔冰騎警示 這位駕駛開車不慎 墜入江面的冰窟窿 索性及時逃了出來 大陸十一號開始受強烈冷氣團影響 多地連日低溫降下暴雪 西藏也有將近兩百台車 因為暴風雪受困被埋 除了東北和西北地區 浦降大雪 陝西甘肅更是出現 史上三月最強降雪 不只有大樹被積雪壓倒 砸中大貨車 阻斷道路 高速公路上也因為道路結冰 事故不斷 湖南著名景點張家界 則是因為急凍天氣 搖身一變 成為冰雪世界 山頭染成一片雪白 樹枝上因為寒冷天氣結上層層霧松雪松 吸引不少遊客駐足觀賞 然而由於山頂天氣降至零度一下 張家界風景區 宣布關閉兩條結冰的玻璃戰道 等到天氣好轉才會再次對外開放 記者唐壹全负不倒